國中時期 國中時期大概是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因為我無意間在我們老師鼓勵同學們 曾經往上走 所以他就拿了一顆小模型的飛機 那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搖晃飛機 搖晃飛機的模型引擎給我們 那時候就開啟了我對模型飛機這種東西 一點點小小的那個夢想 我在飛行這一段時間裡面 大概飛了快三十年 那因為有時候會有外國級的來 然後會有本國級的 會有陸客、會有講港 也看到他們很多的歡樂運 這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我是希望 有些人對飛行是有夢想 但是他不一定是可以飛行 但是他來做做 來感受一下也是不錯的 畢竟我們花蓮的天空真的太漂亮 我們台灣的天空真的很美 因為我在花蓮算是第三代了 那我爸爸 我有阿公過來的 我爸爸然後換我 那我從念書的時候 我到中立念書 我那時候就七十幾年的時候 我就覺得西部好像不太適合我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那我只要去到西部 我就覺得空氣很辣很辛辣 那個時候的空氣就這麼差 那我們花蓮的空氣是真的很好 所以我們花蓮的 雖然物質生活沒有這麼的好 但是人文品質算是不錯 那你會感覺到我們花蓮的 所有的人他比較良善 內心比較良善 因為他可能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多 社會競爭的壓力 你就會感覺說 花蓮的人比較好到庭 花蓮的人比較沒心機 我們家附近到現在還是夜不庇護 我們這種鄉下的地方 就是都還夜不庇護 甚至有人東公公 拿香蕉進去你家放 拿什麼拿你的人去放 對不對 就是這樣啊 所以還算可以啊 還不錯的地方 所以我很感念 我也會想到到這個地方來 那我也是希望就是說 大家來我們花蓮 那除了到花蓮 有些名勝古蹟 要好好的就是深層的認識一下花蓮 那麼花蓮有很多地方的不同 必須要大家用心的體會的 就像我剛剛說的人啊 我們很漂亮的東西在人啊 我們花蓮有唯一的好處就是 上山下海 飛上天都很近 一天之內就可以做完很多事情 真的很不錯 就是夏天比較上山津 熱了一點 還是要很久 我還是想想看 我就是喜歡 好 我們 快點 我們 遊牧 我們 這是 今天 來